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來歡迎林順志 林叔叔 大家好 在料理之前 我知道什麼是川味料理 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到底川味料理的精髓在哪裡 它的元素主要就是一定要有辣跟麻跟香 所以在素菜裡面的話 我們的麻的部分會用什麼 花椒粒 花椒粒其實也有分紅的花椒 以及綠的花椒 它的香味又不太一樣 紅的花椒的部分它主要是香度 青的花椒主要就是它的麻辣的部分 就是很麻很麻的香氣 懂了 所以我有時候去市場看到 有些綠色的花椒跟紅色 花椒粉也一樣對不對 花椒粉其實也有分紅跟綠這樣子 學到了 好 那我看到今天的食材 乍眼看是一道涼菜對不對 對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涼皮也是一個關鍵 因為它跟我們那個冬粉其實也是差不多 主要就是吸醬汁 OK 那你看總會有綠色的 因為它是用綠豆去做的 難怪我以為是你自己做 而且我印象裡感覺上 好像涼皮或涼粉都是一整塊 這個是一片一片的 對 它是一整片的 那它的做法為什麼是一整片呢 它是把它放在整個袋子裡面 然後去壓扁 那它做的時候也是直接切就可以了 那如果像一整塊的話 它會把它放到容器裡面去放涼 對啊 那這個吃起來的口感 不一樣嗎 我覺得片的會比較好吃 OK 因為一整塊的話它可能會比較結實 了解 我喜歡吃比較軟Q的 了解 那其他的食材呢 其他的材料呢 我們會把小黃瓜 然後紅蘿蔔 還有這個杏鮑菇 那杏鮑菇我會把它做成一個 像素食版的一個雞絲 那它的配料的部分其實蠻多種的 有這個花生 還有公寶 這公寶是乾的辣椒 OK 有時候我們在吃什麼公寶料理都會加這個 那我覺得它烹調過後的味道是非常的香 那有些人是拿來做爆香 那有些人是拿來做點綴 如果說你的這道菜是要比較 香氣比較多的 然後再來是比較辣的 你在爆香的時候就可以加進去了 喔 了解 還有辣油 醬油 醋 香油 然後還有這個胡麻醬 我來做一個基底這樣子 OK 看起來也是備料很簡單 對 但是又是一道非常經典的料理 對 好 我們主要的部分 就先把這個 好 涼皮來先切一下 好 這個一定要先用水下去燙一下 OK 這個大小就是因人而異 對 大家喜歡吃的大小 對 來切 如果說你買不到的話 你可以用冬粉 寬的就可以了 喔 也可以替代 下鍋來燙 OK 先燙 大概燙個30秒就可以了 OK 這個算是一定要做這個動作嗎 對 它其實還是它已經熟 其實就可以吃了 它已經可以熟 但是我覺得燙過之後 它的Q度會比較好吃 了解 就把它加進來 OK 好 又看到我熟悉的朋友杏鮑菇 再次跟大家說一下杏鮑菇 營養價值非常的高 蛋白質非常的高 吃素的愛好者 如果蛋白質不夠 就可以用杏鮑菇來補充 對 很多素食料理都要用杏鮑菇來補充 沒錯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把燙好的這個 好 涼粉倒下來就可以了 好 讓它泡涼 如果說你想要吃冰冰的 你可以泡冰水裡面 也可以 沖點冷水或是泡冰水 對 也可以 好 然後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來煎一下杏鮑菇 OK 把它切絲 好 切絲 我應該還沒有跟你講過 我看你切絲切得很細 或是期許自己在之後的主食 多一點質素的時候 可以切得像這樣子 然後 對 我每一個主持 我都會跟他講 我回家要好好練習 然後我鍋剛剛也有摳菜做出來 對 還不錯 就是因為常常練習 對 好 杏鮑菇的部分 OK 這個菇 除了杏鮑菇之外 用別的菇也可以代替嗎 也可以換成金針菇 但是金針菇它的水分很多 那你炒的時間可能就要比較久 了解 就是這個杏鮑菇 切絲 它也有一種類似雞肉的口感 對 我們就放旁邊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在鍋子裡面 加入一點油進來 OK 先把杏鮑菇給炒香 對 OK 好 加下來 那杏鮑菇它的熟成有四個階段 那像我們在炒的時候 它會先把它炒熟 然後再來出水 對 它的水分很多 水分出完之後 它就會慢慢收乾 最後面的人才吃上色 了解 那我們要炒到上色 了解 這又學到了耶 原來因為我之前炒杏鮑菇 都是覺得它熟了就可以吃了 沒想到它可以有這樣子的步驟 如果想要吃juicy眼的話 你就可以略掉最後的步驟 等它還沒有變乾之前就可以起鍋 對 但是菇炒的時候有一個訣竅 就是下鍋的時候 先不要去晃動它 了解 因為你可以用煎的方式 讓它趕快的排水排掉 然後就會比較脆比較好吃 比較好吃 好 這個時候我們切一點小黃瓜 小黃瓜 我們在切的時候不要切太薄啦 因為還是要有點脆度嘛 那你應該剛要找我切啊 我絕對不會切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要有一點點口感 OK 如果說你今天切太細的話 有時候因為醬汁鹹啊 它就會出水 了解 對 所以小黃瓜一樣切絲 對 OK 放旁邊 這個先沒有 它先不會下去一起炒就對了 沒有 這個是等一下就可以兩拌起來了 了解 好 再來是紅蘿蔔 紅蘿蔔的部分就要切更薄喔 真的超薄的 好 反正大家朋友們在家裡面 就盡量的除了做菜之外 也可以練習自己的刀工 然後把菜切得很漂亮 我覺得也算是一種成就的達成 對 好 切細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紅蘿蔔它比較生啊 所以我會把它切細一點 好 放在旁邊 這個也是等一下鋪上去用 就涼拌的 對 還有香菜 OK 這讓我感覺到 是不是假設我們 我印象裡的涼麵也是這樣子 對不對 這個醬其實也可以搭涼麵 好 炒一炒 就是有辣的 有窗味的嘛 那跟自己弄麻的 對 你看喔 對 現在它的顏色 就很金黃色 對耶 所以下鍋的時候就不要理它吧 就一直讓它煎 它就會很脆很香 自喜成形 對 剛才下鍋的味道 跟現在的味道不太一樣 剛才下鍋的味道是很香 然後現在有一種種焦焦的味道 在裡面 對 有時候吃一點那種恰恰的 好吃 對 好 那我們來調一個醬吧 好 這時候的話 我們就會把這個胡麻醬 好 把它加下來 這是市售的胡麻醬 OK 當然如果說吃全素的話 你可以買全素的 因為一般的都會加奶 或是加蛋 了解 所以我們就用這款 全素的就可以了 好 全素的胡麻醬 對 然後還有香油 醬油 好 把它加下來就可以了 OK 對 辣油 它這個辣油 如果說你吃很辣 你就加多一點 OK 然後我自己吃小辣 所以說這個川味的辣度 是來自於辣油對不對 對 辣油 這個辣椒的話是香氣味 對 香氣 OK 好 還有這個花椒油 花椒油 讓它比較麻一點點 麻一點 對 如果說你是很麻 你可以多加一些些 OK OK 好 還有白醋 好 讓它酸酸的 這個配料就是大家自己去調配 想要吃辣一點都多加一點辣椒油 對 好 你看 攪拌完之後變這樣子了 光這個好像就可以配飯了 對 配飯了 涼麵 很棒 或者是拌乾麵的話 對啊 好 把它攪拌在旁邊就可以了 或者是餃子好像也可以 餃子這樣也可以 對 沙拉 對 萬用醬 好 你看這個炒到金黃色 很漂亮 對 那種乾乾的那種 就可以準備了 對 好 那我們就可以關火 那我們就準備擺盤囉 好 它擺盤的時候呢 底部我會先加這個 涼粉 涼粉 好 是不是說你在拌的時候 你可以加一點油 那當然我的醬汁比較油了 所以就不加也沒關係 嗯嗯 那我們就把這個小黃瓜 塗上去 紅蘿蔔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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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做一個漸層的一個搭配 嗯 那我在擺盤的時候呢就會 疊高啦 疊越高 呈現就會越漂亮 更澎湃 對 會覺得分量比較多 好 青蘿蔔絲 哇 太棒了 光這樣就很漂亮 而且這個很簡單做啊 回家都可以簡單的來做 對啊 配料又輕鬆 然後就是又很美味 顏色又好看 在家裡面做完之後自己拍照 上傳自己的社群媒體 大家都覺得你很厲害 也可以當網紅 對啊 好 辣椒 如果說你想要吃辣的話 你剛才爆香的時候 就是炒青包裹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再進去吃 對 我剛剛就想說這個辣椒 如果先炒應該也會蠻香的 對 那花生的話咧 一樣也可以炒嗎 花生的話不建議 不建議 因為它已經是熟的了 OK 好 我們把它擺上來 超漂亮的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把醬淋上來 哇 這樣會淋邊邊啊 OK 因為主要還是要涼粉也要沾到 嗯 嗯 哇 這個川味的味道我現在已經聞到了 就是那種焦碼焦碼的感覺 又帶一點點的酸 好 後面呢 我們就把香菜擺上來 好 這樣子就完成囉 哇 哇 又快速又簡單 而且看起來又美味 那現在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對 應該是吃 對 因為我剛剛想說 應該涼粉很好的夾 對 可是因為這麼漂亮的 我就不曉得開蔥可太實 沒關係 這邊邊邊邊 好 我們可以吃看看 好 哇 太棒了 又到了我最喜歡的環節了 很漂亮耶 那如果我在家裡面開吃的話 就是拌嘛 對不對 拌一拌 拌一拌就直接吃 好 那我 我以不破壞這個美觀的方式 來做試吃好了 我從旁邊夾 夾一點 就有時候天氣比較冷的時候 你可以吃 你就把羊粉 好像剛才一樣燙熱 然後蔬菜把它炒熱 把它鋪上去也可以 就冷熱都可以吃啦 嗯 一口吃嗎 一口喔 各位觀眾朋友們 吃囉 哇 哇 涼粉很滑順喔 對啊 很好吃耶 它口感很好 而且我覺得穿燙過之後 它變得更Q 更Q 而且很彈 又像那個昏粿的感覺 辣味 有啦喔 穿味上來了 對 而且搭配你之後面咀嚼到 花生的時候 它那個香氣更突顯 更突顯出來 對 而且我覺得你像這樣子 你選啊這種帶皮的花生 它的香味會更足夠 會更香 對 很棒耶 這個就是 無論你是今天可能很熱 天氣很熱 你在家裡面想說 不要吃那麼油膩的東西 來一點這種酸辣 帶一點點 帶一點點涼的這種涼粉 在家裡面很棒 是一個很Hybrid的菜 對 哇 太棒了 朋友們 結合了嗎 我們進行下一道菜 花椒油開始麻了 嘴巴開始麻了 想起來了 再吃一個 要配飯了 要配飯 好好吃喔 我發現這個糯米椒放在旁邊 它多了一個甜度的脆感 對 它變得不是辣了 它辣反而是那種麻椒的麻 對 它在裡面的涼粉搭配起來的話 它就算是甜味的感覺 對 而且配色起來就是有綠有紅有黃 你看它滿好看的 對 好的 下一道菜 林竹竹 這道菜叫什麼 公寶花椰菜 公寶花椰菜 我剛才有問公寶我們很熟悉 但什麼是公寶的精髓啊 它就是二斤條的這個辣椒 風乾完之後變成乾的辣椒 所以它叫做公寶 所以看到菜上面有公寶 然後它有川辣的香氣就是公寶對不對 對 好 大家回家可以好好嘗試一下公寶的料理 對 我們先介紹今天的食材好了 好 花椰菜的選擇呢 我們今天做公寶的 所以要用白色的 白色花椰菜 對 白色的 那還有這個是青龍椒 OK 就是綠色的辣椒 那也有人稱為它叫做牛角椒 或是羊角椒 或是糯米椒 糯米椒 對 就是大家可能比較嘗試 吃口感 它不一定會這麼的辣 對不對 其實炸完之後它甜甜的 我覺得滿好吃的 有些會炒一些豆干 豆豉這些 了解 我看到花椰菜其實我很熟悉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吃花椰菜 主要是第一個營養價值很高 之外呢 它其實在我的印象裡面 川味 我有一個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道菜 叫做乾鍋包菜 對 對不對 它也是這種很多 比較多一點油 然後有麻有辣的一個菜 而且還有加那個蓮藕這些東西 OK 那這一次的料理公寶選擇的是白花椰 那如果選綠花椰一樣是可以的嗎 還是 因為綠花椰它的頂部這個地方 它比較容易軟 OK 那這個白花椰它煮完之後 它會比較脆 所以差別在這邊 如果說我今天做公寶 是用青色的花椰菜的話 它可能底部很容易就碎掉了 了解 對 就軟掉就沒有那個口感了 對 好 調料部分有公寶 還有花生 那薑的部分是做一個爆香 那主要的部分也會加一點醋 然後豆瓣醬 豆瓣醬 花椒油 醬油 這樣子 這算是川味四寶 對 主要的調料幾乎都差不多這個 OK 好 那我們現在來處理花椰菜 那我們回家的時候 可以把每一朵都先修下來 OK 對 把每一朵都先修下來 這個我覺得可以學一下 因為我每次回去處理花椰菜的時候 都真的不知道從何做起耶 好 大概就是這樣修一下 好 好 修到這邊比較大的地方 就是直接對半切了 所以我們後面這個大的根莖 是不需要的 對 OK 那有些人會拿去熬湯啦 就是不要浪費到食材 這樣子 OK 了解 大概的大小 大概就是一口可以吃碗的量 OK 然後這邊的話呢 幫我修一下 有些人會用小刀修嘛 我通常都是用切的比較多 就把它修成這樣子尖尖的 對 它這邊的皮有時候會比較硬 所以你就有時候幫我大概修一下 了解 好像真的去外面餐廳吃飯的時候 那個花椰菜真的如果是大菜形式的話 都會做成這個樣子 對 大概修一下 因為它這個梗部地方會比較粗 纖維質比較多 那有時候吃的話會有時候咬不太斷 是因為這邊 好像這個比較大朵的會對開 就不要這麼大朵 了解 它這樣子熟成的時間才有一樣 了解 好 那我們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準備一鍋油 先把它加下鍋來先去炸一下 那如果家裡面沒有起油鍋 也可以用 可以用少少的油先去煎 煎它 對 可以煎 好 讓它先做一個熟成 那如果說我今天的花椰菜是沒有炸過 沒有煎過的話 我再收醬汁它會進不去 為什麼呢 它表面上會有那個水分比較多 那我先把水分排除掉之後 再收汁就很快就會入味了 對 差別在這邊 難怪要先過油鍋 對 要先過一下 如果用水燙也許就不行 沒有這種收汁的感覺對不對 對 很棒耶 把它炸到頭這邊是金黃色就可以了 OK 那也不能炸得太熟啦 因為如果說炸得太熟 炒一炒那個花就掉下來了 就卸掉了 對 而且我覺得油鍋有個好處啦 就是有的時候我自己在乾煸的時候 容易把它煸成很焦 對 對不對 然後如果煸焦的話 擺盤也就不好看 對 好 這部分呢 我們就大概炸個兩分鐘 就可以撈起來了 好 那我再想問一下 如果說不用油鍋不煎的話 我用氣炸對不對 可以 也可以喔 主要就是先排水 OK 好 那就 朋友們就在家裡面 有什麼器材就可以做什麼器材 假設今天油鍋不想要起 讓家裡油煙很多的話 也可以用氣炸的 對 好 這個部分青龍椒 我們把它的蒂頭先修掉 OK 我看了這個好像已經有先洗過對不對 對 先洗過 好 好 好 在切的時候我會斜刀切 比較豪邁的方式 對 就大概長段這樣子就可以了 裡面的紙質也不需要取出來 不用 因為很香 OK 好 好 好 這個地方我們也是要下鍋去炸 好 糯米椒也是先過油 先炸 來 交給我就好了 對 好 但是青龍椒 我只要讓它先定色 所以我在下鍋的時候 會比較快的就把它撈起來 大概20 30秒就可以把它撈起來 我看到了 它整個變得好翠綠喔 對 對 把它炸一下 主要是它定色 定色 而且這樣子的糯米椒過油之後 它的香氣都出來了 對 好 聽到有點爆的聲音 就可以把它倒出來了 好香喔 夠了 好 來 聞一下 光這樣子撒一點鹽巴好像就好吃 就很好吃 好 那我們就來把薑切一切 OK 薑也不需要去皮 我會留皮 留皮 因為我覺得皮滿香的 OK 對 有那種土壤的香氣 好 把它切碎 好 切碎 OK 有些人是用片 但我覺得碎的味道會比較好 OK 你就花一點時間切一下 像我自己本身不太敢吃醬 但切碎了我就可以 切碎就可以 如果整片的我咬到我就會 哇 噓噓 真的喔 對 好 切碎就可以了 OK 好 我們就倒一點油進來 好 熱鍋 倒一點油進來 好 油可以不用這麼多了 一點點就好了 好 然後薑呢 加下來 先爆香 好 把薑的香氣煸出來 煸出來 然後豆瓣醬 先下豆瓣醬 好 先炒過 先炒香 好 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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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倒一點水下來 好 少許的水就可以了 好 少許的水就可以了 好 少許的糖 這也算是川味的靈魂之一 好 花椰菜可以加下來了 這個時候加花椰 對 好 就讓花椰菜收汁 對 我們把它炒到收汁 包覆這個醬 對 那這個醬 我會把它收到乾 就跟剛才那個乾鍋也是一樣 了解 那有時候乾鍋會放在砂鍋裡面的 用意是因為 有時候還是會有醬汁 那我們透過熱的這個 那個砂鍋是讓它把它揮發掉 了解了 對 了解了 而且我喜歡吃那種乾鍋包菜 就是因為它很下飯 然後味道很重 好 把它炒到收汁 所以剛才我炸的這個花椰菜 不要炸到全熟 因為我還是要有烹煮的時間 了解 所以這樣子的熟度差不多剛剛好 對 好 工飽下來了 要辣的話就讓它工飽先下來了 好 那我問一下 現在這個火量是大火 算中火 中火 好 中火 OK 然後花生 花生 漂亮 超漂亮的 好 還有一點點水分 把它收乾就可以了 後面的部分 我會把兩個食材先準備起來 烏醋跟花椒油 花椒油 對 讓它有麻的香味 現在很多的料理 通常都會在起鍋之前 加入一個叫起鍋素 對 你想炒米粉 羹湯 這些都會起鍋前 過一個香味 只熬一圈 趕快起來 它就會有香氣了 OK 好 青龍椒 漂亮 好 起鍋素 起鍋素 花椒油 靈魂 好漂亮喔 好 炒一炒就可以起鍋了 漂亮的 但我們這個時候 如果擺在砂鍋一樣也可以對不對 也可以 如果要盛盤的時候 就是擺個砂鍋這樣子 對 擺上來就可以了 不要看這樣子味道好像很重 但因為它是花椰菜 所以我覺得營養價值也是非常的高 對 好 擺上來 如果說你要吃一點香菜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炒進來 多一個香味在 好 那這道就完成囉 太棒了 又漂亮耶 你先看有好多種顏色在上面 我知道為什麼要選擇白花椰了 其實可以讓盛盤感受更漂亮 更豐富對不對 是 很棒 而且我現在已經聞到那個 麻椒的香味在了 對 那也可以撒一點那個白芝麻 對 對 它香氣可能也會滿不錯的 對 好 那我就 吃看看囉 來吃看看囉 我來吃花椰菜 麻椒油的香味 花椰菜真的耶 還是很脆 脆脆的喔 很脆口耶 不會因為好像烘潤很久了 感覺好像比較軟掉 所以這是過油的好處對不對 對 而且時間可能要掌目的比較好 因為如果說太軟 再炒的時候它可能就會爛掉 但今天還是要有點脆度會比較好吃 花椰油開始麻了 對 香氣來了 嘴巴開始麻了 香氣來了 該吃一個 要配飯了… 好好吃喔 我發現這個糯米椒放在旁邊 它多了一個甜度的脆感 對 所以它變得不是辣了 它辣反而是那種麻椒的麻 對 它在裡面你如果搭配起來的話 它就算是甜味的感覺 而且配色起來就是有綠有紅有黃 應該滿好看的 對 那我想問一下林主廚 就是像這樣子的比較穿辣的料理啊 那如果放到蔬食上面的話 有沒有需要注意什麼事項 有些人可能不太敢吃辣 或者是媽媽們碰到這道菜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顧慮 通常會覺得可能川菜會比較辣 所以在辣度的部分會降低了一些些 那主要是因為香氣的一個堆疊 那因為畢竟蔬食料理它沒辦法加蒜頭 所以會用一個像薑來代替讓它比較溫補 再來是層次的堆疊 例如說我剛才有加入這個豆瓣醬 醬油 主要是烏醋 烏醋可以降低它的辣度 對 所以就是一個料理的改變跟延伸 可以變成雖然味道不會走 不會變這麼多 但是還可以保留它的味道 了解 或者是你糖可以多放一點 是 讓它多甜一點點 也許小朋友就可以接受了對不對 而且這一道菜擺在桌上 我想家人今天晚上 你的飯又要準備多一點 對 好 再一次謝謝林先生 謝謝 幸福食堂 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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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感谢观看